7月1日是TVB制作作员部总监乐义丁62岁的生日夜 在她分享的一张照片中 似小声罕见通话 其中乐义丁还紧紧获着吴卓西的手 看起来十分亲近 2011年12月7日凌晨 由于张新宇不满一直做底下女友 并效仿林峰前女友潘双双 在吴卓西的社交账号上 发了张躺在床上的自拍照 虽然仅4个小时便被删除 但这件事还是引起热议 相比吴卓西 张新宇则受到了更多的负面评论 比如炒作戒机上位等等 虽然如今她借着军婚口味提升了不少 不过网络是有记忆的 作为受古天乐推荐 从而进入TVB议员训练班的吴卓西 本科以星土一篇大号 可惜英雄难过美人观 屡屡传出的绯闻将她一步步送上不归路 2005年 出路头角的她正值事业上升级 却在拍摄酒店风云时 被传与同剧组的女演员 关安娜假戏真作 不仅被拍到在隧道读者几天热闻 甚至女方被拍到在吴卓西 位于清水湾半岛的公寓流宿 即便已经多次被媒体拍到 但吴卓西却从未承认过 不过这也是她一贯作风 与她合作过的女演员 几乎都传过绯闻 其中不发涉施曼 姜若琳 徐子山 马赛这样的当红小花 正因如此 她也被称为TVB花旦屠夫 但真正让吴卓西翻车的 则是2012年7月26日 一位富家女傅曼 她脚踏梁之船 便曝光了她发的情欲短信 内容十分露骨 且几乎是铁成竹山 而她当时的女友张欣许 则直接单方面宣布分手 不过即便如此 也丝毫没有改变吴卓西的爱玩本性 同年9月 她便被拍到与TVB制作总监 梁家属的爱女梁靖琪 在三亚拍摄冲上云霄二时 用池边玩闹细水 梁靖琪穿着性感泳衣 两人聚着心意 重点是当时梁靖琪 已经与身家两亿的潮楼房黄敏浩结婚 在这件事传出不久后 两人也宣布离婚了 自此吴卓西也被冠上了杂食大王的称号 2011年3月16日 港媒曝光了林峰与台州小出席潘双双的机密创照 从角度来看 这张照片是由潘双双测躺时拿手机自拍 画面正好可以看到一旁熟睡的林峰 这仅至于好兄弟吴卓西的遭遇如出一辙 富亚昭的曝光使得形象大大折后 他不得不在媒体面前身影遭到被碰的伤心男模样 并立刻与对方划清界限 趁两个月前他们已经分手 但随后便有媒体爆出 在不亚昭流出的前一天 潘双双还能自由出入林峰位于半山地景园的住所 一段时间 潘双双向媒体包裹了大量恋爱细节 并否认了分手说法 只能说经常老手也有在跟头的一天 林峰的风流情史可谓是非常精彩 几乎与他合作过的所有女明星都传出过绯闻 2001年 在与爱丽扮演者李彩华合作别恋时 并被传出每天接奏女方 并经常给心脉吃的 2002年 在拍摄《流星岁月》时 与同剧组的叶玄杨仪传出绯闻 2006年唐新峰暴中 他与钟嘉宜这对荧幕情侣赚足了眼球 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 让观众们看得云里雾里 除此之外 还有因与林峰的亲密地点自派而走红的陈嘉恒 他也被潘双双暗讽是插足他们感情的第三者 在林峰祖母出殡第五天 他更是被拍到现身夜店 与18线女星流利提面热乎 这些负面新闻让林峰的口碑一将再讲 直到他公开与小14岁演员吴谦宇的恋情 2014年2月 林峰与吴谦宇恋恋情曝光 作为第一位主动成人的女友 林峰曾在媒体面前一口气说了七个好爱当中表白 做足了花花公子收心了的深情人设 恋爱期间港媒经常爆出吴谦宇花销巨大 不仅15分钟花光15万买下7个奢侈品包包 还导致富二代林峰不得不预知薪水生活 要知道林峰的父亲林华国 可是有着厦门李嘉诚之称的 诺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这样的身家背景 再加上本身作为明星的收入 怎么说也不该沦落至此 不过有耗时的媒体统计了吴谦宇一年的花销 足足高达1229万 女方拜金的标签也就此做事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两人最终会顺利结婚时 2018年3月 林峰在活动上承认一与吴谦宇分手 几乎是同一时间 小10岁的新女友张新月便被曝光 两人通过家人介绍认识 不过有女方曾做过情绪的一模特 所以许多人并不看好这段感情 但外界的声音显然没有影响到两人 2019年12月31日 两人官宣结婚喜讯 还在去年9月升级为父母 今年更是合体参加妻子舞狂洒狗粮 至此林峰靠着两段恋情 成功摆脱了大家对他风流浪子的印象 相比罗志祥被前女友爆料 而或称时间管理大师 黄宗泽可以说是手段高明了许多 即便交往期间绯闻不断 解分手时也一度被传有第三者 胡幸儿都没有在媒体面前指责过对方 2012年7月 黄宗泽与胡幸儿宣布分手 这一消息直接将柳言推上了风口浪金 他与黄宗泽因合作 长在面包树上的女人传出绯闻 在面对媒体采访时 胡幸儿的崩溃大哭更像是坐实这一传闻 不过随着江一涵的出现 媒体也扒出小三另有几人 回个两人这段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 黄宗泽可以说是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气飘飘 2004年 两人在合作《我的野蛮奶奶》时低调相殿 几天多次被拍 甚至还传出了轰动一时的六鸟事件 但2008年1月17日 黄宗泽在参加某餐厅开幕仪式时 被拍到与以为人母的演员司马彦嘴对嘴 亲近五秒左右 不过事后两人都将这件事解释为小兔问题 随后在2009年 黄宗泽又因在内地拍摄《摘星之旅》时 与同剧组女演员梁靖琪传出绯闻 有消息称 两人稀里事以外都称呼对方为老公老婆 这样的暧昧报道 黄宗泽仅用一场日本的冲绳旅行 便哄好了女友胡幸儿 2010年初 他因与华裔小姐倪陈琦的合照事件 再度传出绯闻 这件事之后 并有传言称呼幸儿持自1600贩 埋下了火坛靖民风御所的一间屋子 就住在黄宗泽楼上 并将其打通 既方便监督男友又方便两人相见 与同居并无差别 自你两人还共同和内地合作 拍摄电视剧《跑马场》 即便这样 黄宗泽还是在呼幸儿回港期间 与女众手传出一段不清不楚的关系 请勿订这个人 请勿订这个人 第一宗泽楼上 与人购买 看后来 靠近世子 我与人购买 请勿订说 没人购买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6日轰动全香港的安心偷吃事件曝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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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